说到赛车题材的电影 你首先会想到的是 Family家族的速度与进行系列 还是法国的喜剧片《黎世素地》 而老周最想想到的 却是刘伟强和麦兆辉联合指导 上映于2005年的《头文字D》 从来没有哪部电影 能够给人带来这么多青春的回忆 也没有哪部赛车电影 能够在网络上留下那么多梗 16年过去了 邱明山车神 依然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称号 藤原豆腐店也成为玩车人的精神图腾 那么今天老周就和大家聊聊 这部记录了一代人青春的一篇 周杰伦饰演的藤原拓海 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每天放学后 都会和同学们坐在操场上 看别人打棒球 顺便吹吹牛 从小和拓海一起长大的阿牧 就是其中一员 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他 因为喜欢惹是生非 看视频也不给三连 一年前就被校长给开除了 然而 这并不会影响到他喜欢做白日梦的习惯 刚拿驾照一年的他 依然会在小伙伴面前吹嘘 说自己已经当上了赛车队的老大 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车手 不仅如此 在有女孩子走过的时候 他还会偷看人家的内裤 简直猥琐至极 作为阿牧的死党 拓海听到他吹牛也只是笑而不语 但是看到他做出那么猥琐的行为 就让他感到非常不爽 何况那个女孩夏树 还是拓海暗恋很久的同学 前不久 拓海为了夏树 还和隔壁的同学大吵了一架 学习之外 拓海还要每天开车去送豆腐 几年前 拓海的母亲离家出走后 他的父亲藤原文泰就开始酗酒 每天都喝得迷迷糊糊的 这种情况下 送豆腐到秋名山上各个旅馆的任务 只好交给了拓海 刚开始 拓海跑一趟秋名山要一个半小时 有一次因为着急回家睡觉 把后备箱的豆腐都给弄碎了 还遭受到了父亲的一顿毒打 后来 藤原文泰就在他车里放了一杯水 要他一滴也不需洒出来 就是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 拓海慢慢磨练出了车技 现在跑一趟秋名山 大概只需要花四五分钟 在一次送豆腐的途中 拓海遇到了在秋名山上 熟悉路线的钟离翼 于文乐饰演的钟离翼 是妙艺NetKid车队的一名赛车手 此前就和陈冠希饰演的 高桥梁界有过约定 如果钟离翼能够赢得了 所有群马线山路的车手 就会和他赛一场 经过三次挑战后 钟离翼开着车 来到了阿牧老爸的加油站 想找他打听一下秋名山车神 虽然阿牧老爸知道 秋名山车神是藤原文泰 但是他已经很多年 不参加比赛了 也就隐瞒了这个信息 何况那个时候 阿牧还一直在身边捣蛋 脚踏Air Force1 身着阿迪的钟离翼 看上去很随和 内心却有点狂傲 即便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还是在他们面前 丢下了一句话 钟离翼之所以会这么笃定 是因为他心里清楚 一位车手内心的斗志 到了晚上 钟离翼和高桥梁界 在山顶一边聊着天 一边等着秋名山车神的到来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 他们等来的 却是阿牧和拓海 白天的时候 阿牧就对钟离翼的GTR 充满着兴趣 听到比赛的邀请后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见到钟离翼之后 阿牧也表现出一副 很拽的样子 还叫嚣着 要早点送拓海回家 可是在钟离翼和高桥梁界看来 这个憨憨好像什么都不懂 还没等到发令员数完倒数 阿牧就率先冲了出去 而钟离翼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没一会儿 就看到阿牧撞在了路边上 钟离翼赢得了这次比赛 以为就可以和高桥梁界 来一场真正的较量了 没想到高桥梁界却说 钟离翼开的那辆GTR 虽然有380匹马力 但是在过弯的时候 每次都拿不准最好的路线 除非他能克服这个问题 否则斗不过高桥梁界的FC 这番话激起了钟离翼的斗志 每天晚上都会去秋名山上练技术 某一次 就恰好碰到了送豆腐的拓海 紧紧跟着他车后 作为一名车手 哪能轻易就被别人battle 钟离翼使劲踩了一下油门 几个弯道后 拓海还是紧随其后 甚至还在一个弯道中超过了他 他也只能看着拓海的尾灯飘逸而去 不服气的钟离翼 第二天再次来到了阿牧老爸的加油站 表示会在星期六晚上 在秋名山顶上等着那个开A186的人 等到钟离翼离开后 阿牧老爸才自豪地说 拓海的老爸腾元文泰 才是秋名山真正的车神 这话被阿牧听到后 他怎么也不相信 一个胡子邋遢 成天酗酒的人会是车神 为此他还特意跑去了 藤原家的豆腐店 想弄个明白 到了晚上 阿牧的老爸又以找快乐的名义 约藤原文泰去小酒馆聊聊天 酒过三巡后他才知道 那晚赢了钟离翼的是拓海 时间转眼就到了周六 阿牧非要吵着去秋名山参加比赛 阿牧的老爸也没有办法 三代单传的他 害怕阿牧在赛车时有什么三长两短 便打电话祈求藤原文泰 一定要让拓海在周六的晚上 去秋名山赴约 在藤原文泰的叮嘱下 拓海开着车来到了秋名山山顶 看着驶来的A186 阿牧一开始还以为是拓海的老爸 钻进车里才发现是拓海 其实不只是阿牧 钟离翼和高桥梁界也不相信 略显奶气的拓海 会是别人眼中的秋名山车神 当他说出那句 我赢过他一次时 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伴随着发令员的倒数 又一场激动人心的山路赛开始上演 钟离翼凭借GT2的超大马力 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 拓海则不急不躁地跟在后面 没有落下太多距离 连续过了几个弯之后 两辆车虽然咬得很紧 但是A186却始终找不到超车的最好时机 直到他们来到了最难的路段 五连发甲弯 这一路段的弯道比较多 也很紧密 主要考验车手的过弯选择和飘移能力 拓海凭借多年跑山的经验 和娴熟的驾驶技巧 再一次通过排水区过弯 超过了钟离翼的GT2 赢得了这次比赛 佛系性格的拓海 其实并没有从这场比赛中获得快感 所以在受到高桥梁界的比赛邀请时 直接明了的就给拒绝了 拓海之所以会来参加这场比赛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他答应了暗恋对象夏树 周末会开车带他一起去海边玩 林木兴饰演的夏树 从小就和拓海是很要好的朋友 上次为了夏树 和隔壁班的同学大吵一架后 两人就生疏了一段时间 某天放学后 夏树主动找到拓海 表达谢意的同时 也邀请他在周末的时候 一起去海边玩 拓海的性格比较闷骚 要不是夏树主动找他 怕不是真会把他给憋死 随后的几天 在加油站兼职的他 也无法专心工作 脑海里也一直回想着 夏树说的那句话 赢了和钟离翼的比赛后 拓海如愿地开着车 和夏树来到了海边 两人有说有笑 彼此分享着过往的经历和故事 在回家的路上 夏树主动地握住了拓海的手 拓海的脸上 也泛起了甜蜜的微笑 然而时光却是如此的短暂 拓海把夏树送到家门口时 临别时的一吻 彻底勾走了拓海的魂魄 他无处安放的手 也在诉说着那该死的爱情 接下来的几天 拓海都沉浸在恋爱的喜悦之中 而阿木则一心想要拓海叫他赛车 某天晚上 阿木带着拓海在秋明山上练车时 遇到了一个裹着头巾的疯子 不仅在言语上进行挑衅 还差点让他们出了严重的事故 这样癫狂的行为 彻底把佛系的拓海给惹怒了 和阿木换了座位后 立马一脚右门下去 想狠狠地教训一下那个混蛋 可是开着开着 拓海发现阿木这样的A186 开着有点奇怪 在玛丽和操控上 都比自己家的那辆差了很多 然而这个时候 拓海也想不了那么多 只想追上那个疯子 凭借着天赋和技巧 拓海终于在一条直路上 追上了那个失了人的疯子 疏解了心中的怨气 可是等到第二天 阿木老爸知道这件事后 却狠狠地批评了拓海一番 原来昨晚那个疯子 是皇帝车队的赛车手 昨天得罪了他 肯定会引来他们的报复 但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拓海 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以前拓海觉得开车 就是为了送货 并不想和别人争个高低 经历过这件事情 特别是夏树认为 他可以成为一个好车手之后 拓海开始对赛车产生了兴趣 兼职下班后 他会在A186面前傻傻地发呆 也会问他老爸 改装一辆车是不是很难 藤原文泰表面上 对一切都无所谓 但是看到拓海 对赛车有兴趣的时候 心里还是乐开了花 而且拓海还从夏树的口中得知 其实他的老爸 一直都很关心他 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 他也鼓励拓海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名优秀的赛车手 梦想的种子一旦种下 很快就会生根发芽 夜深人静的时候 拓海会一个人开车 跑去休明山 那些人鼓励他所说的话 开车来到山顶的时候 拓海看到了高桥梁界正在改车 便上去询问了一番 此时拓海才知道 原来父亲藤原文泰这么厉害 别人需要花半年时间改造的A186 他花一个月时间就搞定了 而且几乎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状态 拓海听到这些 脸上泛起了自豪的笑容 也答应三个星期后 会和高桥梁界进行一场比赛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拓海在下山回家的路上 却遇到了皇帝车队的那个混蛋 上次让他吃了瘪 这次还找来了帮手徐腾精一 开着一辆三菱的EVO 快速地超过了他 刚蒙发车手梦的拓海 哪能看见别人的尾灯 在自己面前呼啸而过 立马就追了上去 可是赛车不仅比的是技术 就如徐腾精一说的那样 再快也是86 270匹的马力EVO 加上职业车队的专业调教 150匹马力的A186 确实很难追得上 连过几个弯道后 A186的各项性能也达到了极限 眼看就要追上EVO的时候 拓海的A186却爆缸了 闻声赶来的高桥梁界 看到失落到极点的拓海 呆呆地站在A186旁边 以前拓海觉得这辆车 只是一个工具 而现在他开始对A186有了感情 就像一个老朋友突然生了病 会十分伤感和担心 藤原文泰看到拓海 为A186伤心成那样 也就没有责怪他 为了满足拓海的梦想 他还为A186 换装了250匹马力的发动机 做了全方位的升级 几天过后 A186再次出现在拓海面前 看到曾经的朋友起死回征 拓海迫不及待地 将他开上了秋名山 跑完几圈后 却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藤原文泰见拓海一脸迷惑的样子 决定亲自带他去秋名山跑一圈 这个时候 拓海在见识到改装后的A186有多强 隐藏不住内心喜悦的他 立马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阿牧 也很想分享给回乡下度假的夏树 可是阿牧却说 前几天在某个酒店 看到过夏树和一个大叔 坐在一辆奔驰车里有说有笑 怀疑他在坐圆交 听到自己的女朋友被阿牧这样侮辱 拓海一拳头就挥了过去 要不是其他人拉架 还不知道两人会打成怎样 可是此前夏树说 自从他爸爸去世后 有个叔叔一直在照顾他们母女 而且这次回乡下度假 走的也十分突然 电话也联系不上 似乎又印证了什么 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 钟李懿和高桥梁进来通知他 晚上有一场和须腾精一的比赛 好巧不巧 在去往秋名山的路上 拓海看到夏树坐在一辆奔驰车里 然而再快的86 也追不上坐奔驰的夏树 这份纯真的感情 注定会被某些污点而终结 情感失忆 梦想还要继续 拓海强忍着内心的痛苦 在比赛即将开始的那一刻 跑到了秋名山顶 随着发令员的三声倒数 三辆车开足马力冲了出去 须腾精一凭借大马力的EVO 跑在了最前面 紧跟其后的是高桥梁界的FC 和拓海的A186 可是跑过几个弯之后 高桥梁界突然放慢了车速 让拓海去跟着 须腾精一的EVO 在职业车手的领航下 三辆车的速度都明显快了起来 拓海和高桥梁界也抓准时机 在一个弯道内 利用排水区过弯 同时超过了须腾精一 原来职业车手都会有一个习惯 每次在赛道上拐右弯的时候 在直觉上都会留一点位置 这样就给了拓海和高桥梁界超车的空隙 虽然暂时领先了 但是须腾精一依旧没有放弃 紧紧地跟着高桥梁界的FC 然而男人的胜负欲一旦上了头 再冷静的人也会持续理智 须腾精一为了超过拓海和高桥梁界 不顾警示员的提醒 与一辆漏放上山的车辆差点撞在了一起 躲避的时候弯了下去 接下来就只剩下A186和FC时间的较量 之前高桥梁界故意跑在最后 就是想学习拓海过弯的方法 刚进入五连发卡弯 高桥梁界就率先发力 超过了拓海的A186 你以为比赛就这样结束了吗 其实并没有 高桥梁界的FC虽然马力很大 但是经过多个弯道的摧残 轮胎的磨损已达到极限 不能做最大限度的飘移 紧跟其后的拓海 凭借超越自己的信念 在最后一个弯道超过了高桥梁界 成为了真正的球迷山车神 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对于拓海来说确实值得高兴 然而他心里还挂念着夏树 与高桥梁界分别后 想亲自去问个明白 在以前送夏树回家的那个路口 站在路灯下的拓海 亲眼看到了夏树与那位大树的分别 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过往与夏树美好的回忆 一一在拓海脑中闪过 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也是童话破灭的结果 回到家后 拓海先给阿牧打了个电话道歉 然后又告诉高桥梁界 决定加入他的车队 丘明山车神的竹梦之路就此开启 2005年 投文资D上映后 内地票房高达6300万 在年度票房榜中排到第6名 在香港和台湾市场 投文资D也拿到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 有人说投文资D的成功 源于周杰伦 陈冠希和郁文乐等人 强大的票房号召能力 但我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虽然这部影片改编自日本同名漫画 但是在人物塑造和精神内核上 导演和编剧还是花了很多功夫 从剧情上来看 这部影片就是藤原拓海的一部 《个人成长史》 作为一名涉事未深的高中生 拓海对于未来也很迷茫 除开上学之外 他要么开车帮着父亲送豆腐 要么就去加油站打工 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自从认识了钟离毅和高校良界之后 他开始对赛车有了兴趣 在父亲的鼓励和帮助下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车手 除此之外 投文资D还洋溢着浓厚的青春气息 这群还喝牛奶的少年 有足够的梦想和激情 有淡淡的江湖情怀和兄弟义气 也有青涩的爱情 成长的烦恼 他们怀揣着叛逆和轻狂 以及成为世界之王的雄心万丈 在还没有获得成人世界的身份标志之前 他们在飙车竞技的急速体验中 释放自我 追逐个人英雄主义的梦想神话 毕竟年纪轻轻的 谁不想拿第一呢 投文资D的成功 还离不开刘伟强 麦兆辉两位导演 估计很多人只知道 他们俩拍摄了港片的巅峰之作 无间道 却不知道他们也拍出了 《古惑仔》 《画英雄》 以及《风云之雄霸天下》 这样的漫改电影 为了拍好投文资D 他们俩更是请来了 无间道的原班人马 于是 我们就看到了 俞文乐和陈冠希 一如既往的百帅装裤 黄秋生 大隐隐于世的醉鬼形象 杜文泽的搞笑憨泰 还有陈小春的蛊惑行头 在观众司空见惯的角色类型上 人物都进行了近乎于 夸张的漫画式表演 为了凸显场面的逼真效果 刘伟强将原先设定的 120个电脑特级镜头 简直三个 其余的镜头 全部采用实拍 为此 影片还专门请来 日本排名第五的 两名职业赛车手 过弯时急刹车 以及车轮摩擦地面时的生效 都令人心灵其境 投文资D的票房表现 证明了刘伟强 作为商业片导演的眼光 据悉 刘伟强和麦兆辉两位导演 第一次在台北约见周杰伦时 他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 就说了你好和再见两句话 一开始还有点纳闷 后来倒觉得 周杰伦腼腆的形象 与拓海很像 的确 没有人比周杰伦 更适合藤原拓海这个角色 而对于周杰伦的歌迷来说 演技好坏并不重要 只要看到偶像在荧幕上 为了失忆的爱情 抹去眼角泪水的那一刻 他们便找到了 看这部电影的理由 16年过去了 投文资D续集的消息 多次被放出 又多次遭受否定 曾经沉浸在 这部电影中的热血青年 现在也多数成为了忙碌的大叔 而不是拓海的大叔 好啦 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投文资D这部电影 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你又知道里面的哪些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交流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